当你喝下这瓶可乐之后的一个小时 它对你的身体做了什么 十汤匙的糖突然倒入你的身体 这相当于每日建议摄取量 这剂量原本应该让你恶心想吐 但是饮料里的磷酸阻断了这种感觉 你的血糖飙升 胰岛素失控 无法将血糖转换给细胞食用 就会储存为体内脂肪 这时候可乐所含的咖啡因开始作祟 你的瞳孔开始放大 血压升高 你脑部的催眠物质现干受体跟咖啡因结合 产生跟现干相反的促觉醒作用 这样的作用能够暂时性的让精神振奋起来 突然你就不觉得累了 大脑受到甜食的刺激 会分泌出掌管情绪的多巴胺 使你感到开心以及兴奋 这种造成愉悦的神经反应 在特定的脑区作用 进一步产生过瘾的感觉 身体对甜品的成瘾性就伴随而来了 这时候咖啡因的后劲开始了 你的身体会加速排出碳酸饮料中的水 会让你一直想上厕所 甚至那些原本用来构建你骨骼 牙齿的营养物质跟矿物质 跟汽水当中的磷酸结合之后 也跟随着尿液排出 最后的情况就是 你的愉悦感随着糖类消耗完毕而消失 紧接而来的是易怒跟呆滞 你喜欢喝可乐吗 下次开评的时候 可别忘了感谢一下自己的身体 毕竟这是他牺牲了健康才换来的快乐